爱河遭到人为污染,过去只能够以废性物清理法来裁罚,但是罚则太轻,无法达到贺阻的效果。 市府环保局从6月1号起将爱河列为水污染管制区,罚则将会从最高6000元提升到最高300万元,希望个人或工厂妥善处理废污水,来以免受罚。 爱河流经人口筹密区,周边产业发达,除了家庭污水之外,一些小型事业,如营建工程的浸流废水,或餐厅摊贩的油脂废水,过去都直接排入爱河,造成爱河河水出现变化。 因为爱河常发生一些水体污染,还有一些水色变化的情势,那一般我们这些污染都是一些小型的事业。 由于这些小型事业不属于水污染防治法的列管对象,无法加以管制,只能够以废氢法裁罚,罚则太轻。 6月1号起,市府环保局将爱河列为水污染管制区,在这10个行政区内的污染水体行为,都可以以水污法重罚。 那一般都是用废氢法,那裁罚1200到6000,那贺阻的效果有限,所以就公告那个爱河的为水污染管制区,来扩大列管。 那那个罚款呢,就最低从3万,最高到300万。 市府环保局表示,日前已经将爱河扩大管制的熏岛折夜,告知相关对象,提醒他们6月1号起将将重处罚。 而凤山西大东桥上游,也在4月1号列入水污染管制区,希望管制对象赶紧加强废污水处理设备,以免受罚。 所以我们呼吁这些产业,就像餐厅呢,它就要设置那个废水节流的废水处理设备,然后那个营造业呢,它的浸流废水就要经过沉沙子处理之后,再排放出来,才不会污染我们爱河的水体。 河川水域因为人们随意排放废污水,造成恶臭污染。 现在环保意识抬头,为了生态永续,相关事业在经营发展的同时,也得为环保多尽一份行力。 记者张盛民来一场帮,高雄报道。